热闹的五爪金龙迎兵仪式 让林园龙州锦标赛开幕式 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民俗气息 而在地社团的精彩演出 更散发不同于大城市的 名人乡土风情 整个气氛像这个今年 农年的一个气氛之外 我们现场还有新住民 还有我们在地的重乡的摊位 都会在这里呈现 因为疫情等因素 睽違四年的林园传统龙州赛 今年回归中云渔港热闹举办 不只在地队伍齐聚 争夺高额奖金 开幕表演赛更特别安排 高雄市各区区长组成的区长队 对上林园区里长们组成的里长队 同场竞技 有了市长的加忙鼓励 加上场辩啦啦队 加油打气 这场区里长对决的龙州竞赛 两队竞争激烈不相上下 最后由区长队以不到一秒的些微差距 起开得胜 而一旁看热闹的民众也觉得 在渔港举办龙州赛很特别 蛮干净的 然后蛮整洁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对对因为我是台南人 有经验到我 就是整个有这么清幽的环境 在终于渔港举办的传统龙州锦标赛 已有超过三十年的历史 是陵园每年众所瞩目的传统文化盛世 因为于出海口受潮汐影响 赛事挑战性更高 选手们需要更多的技巧与耐力 今年的活动 共有三十四队报名参加 争夺三十九万总奖金 在赛事之外 港区周边也有丰富的活动 像是增进交流的新著名文创世纪 我是泰国人 很少看到这样子比赛 这边看这个龙州赛赛就好 还不错 因为第一次看到 然后蛮有趣的 还蛮好玩的 很棒 很热闹 在这边的话 我可以卖我们的 就是可以推广我们的印尼的咖啡 而在港边传统的捕鱼网体验 藉由老师傅手把手教导如何捕鱼网 也让民众认识捕鱼知识 体会渔民捕鱼的辛劳 蛮特别的 就是有看过人家在捕 可是没有实际就是操作过这样子 觉得之后 可以继承我阿公的行业 你阿公是做什么 之前是出去做船工作的 顿无廉价 南台湾艳阳高照 公所也在凤云工钱广场 设立大型细水池 供大小朋友开心玩水 消消暑气 有三座大型的细水场 还有一千五百只的免费水枪 这是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 一直来消暑的活动 今年的林园传统龙州赛很热闹 但最令当地居民开心的 应该还是市长带来的好消息 中文 基港 在整理八卫新博会的启用 捷运也到林园 上围的我们这个海岸公园 我们也在整理 把这个抽水管全部都收纳一起 鱼市场也在改建 春铺的鱼港风情 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 以及越来越完善的地方建设 位于高雄市境最南端的林园 有着令人满满期待的未来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